如果你想拥有一个自己的网站 但又没有变成知识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实现呢? 今天就推荐一个建站平台 WordPress 它让创建和管理网站变得异常简单 无论你是博客爱好者还是外贸企业主 WordPress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比起自己开发 WordPress不需要你有编程或网页设计经验 总体成本通常也更低 一年大概就500到1000元 并且有许多ICU工具和插件可以帮助优化内容 提高网站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 那么接下来我会用几期视频简单来说说 如何用WordPress建立一个你自己的网站 即使你是一个编程小白 也可以完成 今天我们先讲下建站的前期准备工作 域名和服务器准备 先说说我们如何拥有一个自己的域名 域名可以理解为我们平时上网用的网址 这个域名是需要购买的 按您为单位到期续费 域名没有规定必须去哪个网站购买 只要提供了域名注册服务的网站都可以注册 另外域名我们可以用国内服务商注册 也可以国外注册 区别在于国内需要实名认证 国外的话不需要实名 如果是外贸建站推荐在国外注册 接下来我们试试用NAMAS16来注册个域名 首先我们打开NAMAS16的官网 在首页的搜索框里 输入你想要的网址的名称 然后搜索 你会看到下面出现了不同后缀的域名及其价格 COM的一般是最贵的 我选的这个域名大概是一年14美金 建议条件允许就买COM的域名 因为最主流好记 选好之后我们直接点域名对应的购物车图标 然后点击上方红色的拆靠的按钮 按步骤先完成注册 接着再点下方红色的拆靠按钮 接下来就是选支付方式 NAMAS16对国内用户比较方便的是可以支付宝支付 我们选择支付宝 然后点红色的select按钮 在接下来的页面勾选accept 点击pay 然后用你的支付宝扫码支付 成功后 我们购买域名的操作就完成了 域名有了后 我们接下来要购买一个虚拟主机 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是你的网站在互联网上的家 是存放网站文件和数据的地方 这里推荐用hostingr这个服务商 价格合适 并且支持支付宝付款 我们打开hostingr官网 然后选择需要购买的虚拟主机套餐 一般推荐选择最了门的就可以了 选择后进入下个页面 首先我们要选择付款周期 这个当然是时间越长越划算 不过对于新人来讲 建议先不要买太长的 可以买个短期的试试先 比如我先试着买一年的 选好后 第二步我们要创建一个账号 创建完成后 我们选择支付方式来完成付款 付款成功后 虚拟主机就购买完成了 到此为止 我们花了买域名和虚拟主机的钱 不用担心 接下来的步骤暂时就不需要花钱了 接着离搭建成功还有几个步骤 我们需要做几个配置 我们在hostingr的首页 在主机这里点击设置 系统会让你回答几个问题 你也可以跳过 然后选择创建新网站 因为已经有了域名 那么就选择使用现有域名并输入地址 然后点击继续即可 接下来我们要连接域名 也就是设置域名的DIS服务器来完成域名绑定 听着有点抽象事吧 没关系我们按步骤来 首先我们在连接域名这里点连接 然后按提示填写你的域名 接着会有一步让你去修改你的域名的Nameserver 我们回到Namaseer的网站 在刚申请的域名请点击服务器的图标 进入后 会发现有几个Nameserver的输入框 里面有几个默认的值 我们直接回到刚才hostingr的页面 把hostingr的Nameserver复制下来 连贴到Namaseer的Nameserver输入框里 然后点击提交即可 提交后需要稍等一会才能生效 这个生效时间会根据各地不同的DIS服务器有所不同 我大概等了半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了 上hostingr里你的网站的仪表板 看到没提示你要连接域名就说明OK了 最后一步 我们要在hostingr上去安装WordPress 进入到hostingr的网站主页 会看到有个自动安装程序的入口 点击进去 然后选择WordPress 进入后 我们需要输入管理员密码和网站标题 然后选择语言 确定后就可以了 到这里就已经完成了WordPress的安装 点击管理面板 进入到的页面就是我们WordPress后台 我们在后台里可以去配置网站的样式 发布内容等操作 然后我们在浏览器输入网址 会发现可以正常打开网页了 并且里面有一些默认的初始化内容 到这里 我们用WordPress搭建网站的前期工作 就准备完成了 前期工作完成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介绍下 如何去修改网站样式了 好了 今天的介绍就先到这里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期见 谢谢 谢谢